Hello, 欢迎大家, 我来到《松仔暖》 乘折上一集我们讲到一些问题关于装修 亦是英国房屋的不解之迷 上次我们回答了三条问题 我们再回答另外几条 我觉得值得回答问题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 记得马上留意我们今集的内容 好, 事不宜迟, 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又是小小小 哎呀,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 我记得他经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 你笑得这么快就认真一点 刚才伊人都是伊人来的 那又是哦 我很怕没饭吃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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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要解答的第一条问题 就是上次嘉宾都有问过 那些window 或者英国的窗 如果是脱了真空 不是叫真空 是脱了 seal的话 就是blown了 blown window 我们叫blown window 是 那为什么要整只换的呢 那我上次回答他 因为整只换 他才可以差你多钱 那我再回去 我再看个research 那我现在呢 就略略知道 其实除了是 因为钱的问题之外 是还有一些原因的 那松仔仔可以解释一下 首先是手工的问题 因为玻璃和玻璃之间有argon gas argon gas 中文叫牙气 是一种inert gas 即是一种 怎么说呢 inert gas 是一种 无毒的气体来的 那它呢 就是给这个空气 是要重的 就是给空气 是密度高 那呢 放在那个window 那两块玻璃中间 是可以提高 insulation 保乱的效能 如果你要补回那个窗 它首先要转个洞到那个玻璃中 放了那些gas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blown window 就不是说你那个窗 外面的玻璃 起了霧水 滴了水 这样叫blown window 不是这样的意思 意思是 如果你发 玻璃之间 有霧水 就是你在你外面又捉不到 在里面又捉不到 但是里面存在一堆霧水 那些就叫blown window 就是你在玻璃外面 那一层烧 那层胶 脱了 就是有位置 让外面的空气进去 就形成了霧水 因为外面的空气是湿的 进去就让它起霧水 那你要维修它 你首先要转个洞 就把那些湿的空气抽走 你有一些 然后要清洁 它有一些palate 就像那些猫砂那样的东西 放进去 给你吸湿的 吸湿大笔状 是专门的 但是 你吸完湿之后 你又要放一些瓦气 不是 瓦气 那些鸭干 那你又不知道在哪里找 那些鸭干 那之后又要补回它 用一些透明的石砂去补回它 但是如果你找不出 究竟是哪一个位置脱销呢 那你可能这个动作就不停要做了 那你不停要做的时候 你给你这么多时间和精神去搞呢 因为假设你听完就会觉得头痛 那所以你不如就索性整只枪换 因为呢 如果你只是去repair它 其实就是很cost effective的 就是成本高 效益低 而且你也是非常之麻烦 那所以呢 如果你走去问那个帮你换枪的人呢 为什么呢 他不可以帮你维修的枪呢 那他就会搬回刚才那一套理论出来给你 那听到你头痛 可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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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付钱 换 换 整只换 没问题 好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很多人都问过我 为什么 喂松仔 英国的楼子呢 那些叉油烟机 全部都内循环的 十个有成五六个都是内循环的 为什么呢 他们都不需要用叉油烟机的 没错 他们都不会炒饭 他们根本就不炒饭 因为呢 大家对厨房的概念呢 我们香港人 跟英国人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的就是呢 英国人的厨房是 是用来放的 就不是用的 就是他们为什么 你会看到 松仔 你去看那些楼子呢 叫一些设计师 给你去 给意见啦 我们才对 我们香港人用嘛 他们不会的 因为设计那个人 他是用美观 用美学角度去出发 一个厨房 其实是一件艺术品 一间屋里面 放给你看而已 一间屋里面那个 最美的花瓶 越美越好 有没有功能 其次 不重要 因为他们用的是烤炉 他们为什么一间屋 越大的屋 有四个烤炉 越多烤炉 他们很多烤炉 因为他们什么都烤的 这个是烤碟 这个用来烤薯仔 那个用来烤鸡 那个用来烤甜品 那就是四个烤炉 对不对 越穷那些就越少烤炉 因为你吃得少嘛 对不对 正常来说是这样 所以 英国人 就很少用 他那些煮食炉 我曾经试过 帮一个客人 收藏炉 那个厨房很新 但他告诉我 那个厨房已经起了十年了 翻新了 根本就没用的 为什么 这个叉油烟机没有油 他说是呀 因为我总共用过两次 他说 就是圣诞节用过 接着就没用了 是煮不知一味菜要用来用 那他平时吃什么的 全部烤的 所有东西都是那些 伊斯兰 那些 阿斯兰的冰东西 所以你说不死就有鬼了 大哥 吃它全部都是这样的 junk food 所以这个就解释到 为什么英国人 那个厨房 那些叉油烟机 是这么差的 就算是抽出去也好 嗯 就是你放了A4纸 都吸不住 吸不住 我有些客人回来 跟我撑不住 松仔 我见过叉油烟机 我是没办法接受 我都是出去买过一个 如果大家买过一个的时候 记住注意 就不是看牌子去决定 那个叉油烟机 是否厉害 是看 flow rate air flow rate 越高 那个码越大 就是每一个 不知道每一个立方米 它抽出去每秒 抽到多少空气出去 那就是抽力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想说一说 那个叉油烟机 就算是内循环也好 它不一定是差的 因为它不是直接 和你抽到天花板 虽然我见过 我试过看那些屋 是给学生住的 那个天花板 一个油印在 然后上面有东西滴 快要滴 那种 就是中雨洞 你明白吗 很恐怖 很恐怖 但是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你有换 那些隔油纸 或者是carbon filter 是ok的 因为我记得 我们第一间买的屋 其实都是内循环的 都没有抽出去的 但是我们一样煮菜都ok 没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劲点换的话 宋妈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大家可以听回之前 和宋妈的对话 她也有说过 这些carbon filter 的叉油烟机 这个就解释到 为什么英国的叉油烟机 是没用的 好了 第三个问题 亦都是经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英国的 那些bathroom 那些地台 没有一个去水位 就是不可以说 我吐水到地上 然后把水掃到去水位 然后把水掃到去 香港很流行的 所有flat都有 那为什么英国的 那些外国是不会做这件事 这些都是钱的问题 你弄多一个去水位 那就是你弄去水的那条渠 多一样东西 你地下的那些 ceiling也要做得很好 整个厕所变成wap room 全砖 这个是一个问题 首先你做那样东西 你的地下一定是砖 一定要全防水 是的 那你全防水 首先你考功夫 第一样东西 成本大 第二就是 它不能够用那些cheap的物料 因为你如果有看过那些片 你都看到了 英国人的那些厨房 厕所那些 全部都是胶皮 地毡 地毡 我买第一间屋 它白色无涌涌的地毡 你知道吗 这么长 太恐怖了 我直接觉得它是黏油线 你明不明白 但你明不明白 为什么它用地毡 保暖 对 没那么冷 但是我宁愿不暖 你明不明白 那些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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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噁心 男人站在厨房 滴了下去 那怎么办 用舌头吸收 那些厨房 你不能抹 那些东西 中央是白色无涌涌地 你才是我们买的 第一间屋 这个第一件事 进去就马上剷走它 因为不用说了 所以因为英国的屋 还有英国的屋 其实是木屋 专加木头 通常厨房都是一楼的 一楼你要做到有个地台 可以让它去水 那你就要确定地台 真的愿意不住 那支援要够 会重 因为我们不是石屎楼 第二就是 一定要做到很严密 没有水流下去 如果不是你那些水流下去 是很严重的 你天花板是会一打濕了 因为你上层和下层 是真的只有横梁 接着就是两块地板 就隔着中间的空气 所以英国传统的屋 都不会有这个设计 所以由于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的新楼还更加便宜了 有某几间我不开名 我试过去帮人选 这些砖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买新楼 都是要Bathroom 专铺到上顶 一定的 一定的 因为其实是有好处的 因为你可以防止毛菌 在顶上积聚 楼下那个没所谓 楼下那个 你只有两块都不要紧 因为你不会在下面洗凉 除非你有一个Bath 有Bath的 一定要铺到上顶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用 这是基本的 但是发展商有些地板不准铺砖 铺 Laminate Flooring 为什么不准 因为他说负重太重了 就是说他的地台比以前再压 你明白吗 我自己家屋里想铺砖 也会这样 因为他告诉你 你铺砖的话 成重力会增加了 真的这样跟我说 那个售价 我不知道是肩还是流 我觉得是夸张一点的 但是他说我们不提供砖的 那我稍后会跟你说 我在里面住的人 不能超过多少重的 不然就负重不了 不可以用浴缸的 不可以跳的 你不能超过300磅 你是不能买 有超过一层的 你多重 他只能够铺那些Antico 他说Antico很好 防水 又是胶 不用怕 另外就是防水的Laminate 这个是现在通常 发展商供应的东西 他们现在很多 是没有了砖的选择 讲开发展商 讲多一件疯狂的东西 好 就是现在 因为电视 我们通常都上网看的 对吧 但是你买新楼的话 他们一定有一个插搜位 给你插电线 插天线 对吧 我最近这几次买楼 帮客人买楼的经验 就是你有个天线位也好 你插一条天线下去 你是没有电视看的 收不到信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根本的鱼骨是不存在的 什么啊 就是它有个头在 对了 假狗来的 我们以前那间屋 就是我们知道上一间屋 就是那些大型发展商器 对吧 那个鱼骨就收了在那个屋顶 那个压楼里面 对了 爬上去现在是空的 里面 有某些发展商 我又不开名了 对了 什么 就是要加钱啊 不是啊 它直接不供应啊 加钱都没有啊 那它整个桌子干嘛 给你自己在上面 薄了有一条线 有一条线拉到上去的 是 就是好像你外面那些flotlight 以前都包了一条flotlight的 现在不包了 只是包一条线 那你自己要装 flotlight自己装 那这个已经有了很久了 现在就连条鱼骨都省了 就是呢 只是给你这条线 那就是叫你 如果你要看电视 看电视天线收那些 那你就自己装回鱼骨在里面 是不是很浪费呢 但是你从发展商的角度呢 是省很多的 因为一条鱼骨 平极啊 有了四五十磅吧 那它在一千间屋 那里就省了几十千的了 就是它是省了 大家看不到 但是其实我的口是抹大了 在呕着做 呕着做 就是这个你觉得是必须的东西 那他解释 当然是必须啦 他的解释不是一个说 是个个人是这么说的 就是很明显是有训练过的 要怎么解释给客人 他说 我们没有include 是因为现在呢 大家都不需要的了 他不是告诉你它不给你 他说你不需要 他告诉你你没有这样的需要 因为大家都是用网上看的 我们已经有fiber to the property 光纤入屋 你根本不需要那条鱼骨 那因为不需要用你弄个插头 给他干什么的 是咯 那插头都省了 我都不需要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弄个plug给我就好了 是啊 这个只不过是发展商呢 省皮度缩的借口 就正如那些酒店呢 经常跟你说环保 所以不用毛巾 然后就不用毛巾 不换床单 不换床单 接着呢就告诉你 他为了环保 那其实呢 都是考纳明目度缩的做法而已 好了那我们今集的时间到了 阿松看你又搞什么 嘿嘿嘿 好了那我们今集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 Bailies的 mini chocolate delight mini chocolate delight 那是什么来的 就是一粒 老泥丸 对了 神雕俩女的老泥丸 那试试试 咦 流心的 是啊 哇 喝Bailies的食情 好吃 都挺多酒的 我觉得 感觉到的 他像Lint的巧克力 你知道我买的时候 他问我没有ID吗 你说真的吗 是啊 巧克力 是啊 有酒的吗 因为我也觉得奇怪 我用一些self check out 你认真的吗 是啊 他写着proof of ID 然后他走过来问我 拿ID 我说什么 我在这里看我的shopping 我有什么要ID 我没有买酒 我又没有买理气 不是吧 我不吃不出有酒 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酒 我不觉得有酒 但他真的问我说ID 那你是年轻的 谢谢 可以吃到有点酒 大家 大家不妨去这个超市 试试买来 目的不是为了吃 测试一下自己的年纪 对吧 看上去像不像少女 两磅而已 这包东西 两磅 就可以测试到自己 不过如果不行的话 不要太伤心 再买多一包 再试过 好了 那么我们今集的时间 到这里差不多了 大家喜欢的影片 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 按一下钟 就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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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